哈囉大家好我是豆豆姐姐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是 角落小生物的盒丸 然後它是雜貨屋 它這裡面呢總共有8款 那我們現在就一起打開來看看囉 打開第一盒 думаю很可愛的小架子 拿到的是這一款 哇 它這盆栽好小 好厲害 做得好清楚 它可以這樣靠著 這是我們第一個盒玩 那我們現在再來開第二個 小恐龍 洗潔精 牙刷 盆子之類的 來一個小罐子 小蝸牛背著一個小罐子 好 在這裡 穿著工作服的小恐龍 小蝸牛背著一個罐子 小蝸牛背著一個牙刷 跟一個牙刷 現在開第三盒 第三盒拿到的是一些廚房的用具 然後這個是炸豬排 然後這個是炸豬排 非常的可愛 然後這是一個湯鍋 上面還有一個蓋子 好 我們現在再來開第四盒 好 我們現在再來開第四盒 它跟水桶 還有一個很可愛的小灰塵 籃子 大蝦 水桶 小灰塵 小灰塵 然後跟它的小掃把 小灰塵 現在我們再來開第四盒 小灰塵 小白熊 或是茶壺 這是一個很可愛 角落小生物的盤子 然後這個是可以拿來這樣放上去 小灰塵 再來這個像是一個 茶罐子 茶子 跟 湯匙 這是第四組 再來我們開第六盒 是這一組 這看起來像是一個很大的鬆餅 小貓咪 然後這是一個仙人掌的盆栽 然後這看起來也像是一個裝飾品 有點像那種 招財貓的概念 然後跟這個小草 再來我們來開第七盒 老企鵝 吉他 這看起來像是一本書 這看起來像是一本書 這像是一個台燈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後面的最後一盒 哇好大一個 沙發 這個也未免太大了 通常河灣裡面很少會有這麼大型的傢具 而且它還蠻重的 桌子 這是可以拆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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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好漂亮 這都是小麻雀 對 沙發還有桌子 邊一個鬧鐘 邊一個時鐘 353637383940 總共有40樣小東西 然後這些你都可以其實就是拿來重新組合 例如說 你如果想要把小企鵝放在沙發上 然後把小貓咪 也放在沙發上 這樣也可以 你可以自己去排列組合 例如說你可以把它炸下拿去炸 沒有啦開玩笑 好 好 以上就是豆子捷 今天開箱很可愛的角落小生物的河丸 你們有沒有覺得很可愛呢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